所以好听的话很重要 被这样讲本来不漂亮也变漂亮了 然后本来精神不太好也变有精神了 所以一个正面的环境重不重要 重要 包括我的家里是不是也这样 假设家里弥漫着每天骂老公骂小孩 或者打小孩骂老公 那这样的环境会不会让人家有激烈 没有 可是我来到这里 有一堆一家人 不管这个是谁的人 我们就是一家人 当这一家人每天都跟你赞美的时候 你的人生不变美好都很难 是不是 所以有一群人跟着你一起奋斗 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正面能量的环境 好 所以来了我们全所未有的完美组合 我最近常讲千叶 什么空前绝后 我说杰斯公司真的是空前绝后 如果有上FB你会发现 这是什么样的公司 怎么可以这样子 并莫好像不用钱的 然后定带 定那个鱼鱼鱼鱼 为什么就不用卖东西 还定那么多干嘛呢 也不知道 那你看我们的组合 刚刚讲过了 跨时代的生物科技 那我们的得命性的商业趋势 还有我们的完善的创富系统 这是完美的组合 那我们再去思考一点 我们现在的生意 假设在座有老板 你现在的生意 有没有刚刚我讲的那些架构 都没有喔 那我们来到这里 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会吃会磨就好了 然后呢就讲 所以这叫口水经济 用口水在做生意的 对不对 好 你有没有每天讲 有每天讲你就会成功 如果没有每天讲一定有问题 因为你自己可能也不太认为他很好 如果你挡不住看到了就想讲 那你就通了 如果你听完了这一场 你回去三天三夜睡不着 那你就看懂了 回去用呼呼大睡 表示你没看懂 所以我的老板告诉我说 老师 我不能再看那些视频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再看下去 我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再看下去我就觉得不能睡了 那我说好 那你停下来不要再看了 休息一个礼拜再来看 因为每天都睡不着 那因为他是传统的老板 他发现这样新型的商业模式 他受不了 他很不想要再待在他那一家店了 他很不想要在那里 那里很有 他是很有你的东西 我一讲就破功了 所以不要讲 就说他很不想要在那里 再继续过这样子的生活 即使他有赚到很多钱 但是他不想要了 他告诉我说 老师我受够了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选择这样的生活 这样子的工作 那他很想全心来投入解释 所以解释真的要看懂 我们再来看 其中我们全球财富的一个成功的钥匙 如果我刚刚讲的那一些都是真实的 但是钥匙在你手上 假设你不去开这个成功的钥匙 跟你都没有关系 假设你刚刚听我讲 你还觉得有一点点不错 你回去一定要问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 如果你回去把它算了 你回去以为都一样 我笑了 有跟这个人谈 他告诉我说都一样 我只会答一句话 我说你没看懂 如果只有一点不一样 成功就在那一点点 决定权是成败 一定是在那一点点的不一样 所以无论如何抓住 那你来不用 你一定要好